大家看这个顶 三个腿都是圆的 四个腿都是方的 都认识吧 开始作为烹饪食物 随着时间的发展 多作为礼器 那我们看看这个是啥 这不还是顶吗 这个念力 不念歌 这看着个顶长得差不多 它们的区别就在于 力比顶更偏向于食用器 口言外清 三足就那三条腿 它是空的 这么做的原因呢 是因为它增大了这个瘦热面 能更快的煮熟食物 大家要觉得不太直观呢 你看这个 这是新时期时代出土的陶力 我们看这个 眼 古代的蒸锅 它分上下两部分 下部分呢 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力 上部分呢是赠 赠跟力中间呢 有带孔的叫臂 就是来通过这个水蒸气 来蒸熟这个食物 富豪墓里出土了好几个 能想象得到吗 这可是距今三千多年前的东西 这个鬼 最出名的就是咱们那个西州厉鬼 上面呢 名文记载了武王伐咒的时间 它是成范用的礼器 顶跟鬼的多少 决定你这个贵族身份的高低 一般来说就是九顶配八鬼 然后数量呢 就是一次往下勒推 虚也是成范用的 图片上这个是隋公虚 西州时期的 内有98字名文 记载了大禹治水的故事 证明了什么 证明了早在三千年前呢 人们就在广泛传颂大禹的功绩了 福 这个是在祭祀的时间呢 成这个社稷稻米之类的奇句 队 这玩意不念墩啊 念队 上图啊 战国盘龙文队 这玩意也是成饭式的 豆 这个东西叫豆 终于出现一个比较简单的字了 这个东西啊 是成肉酱之类的器皿 绝 这个大家熟悉啊 上图 二里头出土的下代乳丁文诀 左边长的那个叫流 用于清注酒水 右边尖尖的那个叫做印 或者尾啊 就喝的 这个叫甲 它是成酒的器具 我在河南博物院 见过一个二里头出土的下代甲 这个东西叫孤 据宋代学者推测啊 它也是个饮酒器 流行于商代 到周代就绝机了 因为周朝的统治者认为 商朝的灭亡 跟这个贵族饮酒有关 所以周朝规定啊 在非祭祀场合啊 禁止饮酒 所以我们现在在博物馆 看到很多酒器 它都是商代的 到周代 它反而变少了 它就是这个原因 尊 这个大家熟悉啊 它也是成酒器 流行于商周时期 这个有 也是成酒器 你看上面有一个提粮 我们现在把上面带有提粮的 这种酒器 统统叫做有 弓也是成酒器 大部分都是动物形状的 我在河南博物馆 看到一件超级萌的弓 你看还咧着嘴笑 弓愁交错的弓 说的就是这个玩意儿 河 这个东西啊 它是调节酒水用的 调节酒水的这个酒精浓度 浸 云闻同浸 这个东西啊 现在不确定 它到底是干嘛的 一般认为 它是这个放尊的 这个底座 我见过这玩意儿 实物啊 特别漂亮 湿辣发燥的 大家可不要把这个湿辣法理解成 咱小时间那个大街上翻沙倒驴锅 倒驴锅可倒不出这镂空的效果 简单来说啊 它就是先用风辣雕刻出你要造的这个气形 然后啊 在外边涂上一层耐火的沙浆 等这个沙浆阴干之后啊 再在外边涂 一层一层的涂 让它形成一层比较厚的皮壳 等它干了之后 你拿到火上去烧 那这个风辣它预热之后啊 就会流出 当然你事先肯定要留这个排气孔 跟这个流辣的这个孔 那辣流出之后呢 再往里边倒入青铜 等这个青铜冷却完了啊 就敲碎外边那个皮壳 大家看到了吧 这玩意儿啊 它是一次性的 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模具损坏之后 就没有办法重复使用了 手雕的啊 所以说我们看到啊 上三代的青铜器 它没有重样的 就是这个原因 它可能啊 样式差不多 但绝不会一模一样 如果有一模一样 那就是假的 看到这些啊 不仅由衷的敬佩啊 我们古人伟大的智慧跟才干